就是说意大利有一个 就是四百多人的团 中国人去意大利旅游的团 全跑了 黑在当地了 全跑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意大利驻华使馆 停止了全部意大利的团体的 这个签证的申请 据说是连私人申请也会受影响 就是意大利气坏了 就是说 四百名中国人突然之间 全部黑在当地 这把意大利给气死了 也吓坏了 就是这种情形 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 没有发生过了 就这种情形 只在中国当时还非常非常穷 而外国非常富的时候发生过 就是整团的人跑掉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段时间 就是中国的团体出国 都会被收缴护照 我不知道台湾人 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中国人团体出国 他们会被收缴护照 至少是在那段时间 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后来就是 中国发展的挺好的 大部分中国人 不会黑在当地 就是非法滞留 就是非法滞留在当地 大部分中国人 不会这么做之后 我不知道他们 还会不会收缴护照 但是就是说 在中国那个时候 还很穷的时候 收缴护照是常规操作 他为什么要收缴护照 怕你非法滞留在当地 怕你这样做 那你像就是 甚至在两千零几年的时候 就两千零几年 中国还没那么富 就是那个量 你想那是 那是刚刚中国进入WTO 就那个时候 我妈到加拿大来 这个短期培训的时候 当时也是就是那个 就是属于中国的教育局 派这些教师去培训嘛 那那个时候 我妈说他们的护照 都是被收走的 他们的护照都要被收缴 不给他们护照的 怕他们就非法滞留在当地 但是那个时候 中国已经经济开始起飞了嘛 就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特别的多了 那以前就更多 但是你现在看到 中国又在进入一种状态 就是所有的人开始不计代价 就是不计未来 就是不计风险的 疯狂的想要逃离中国 那么这个时期又开始了 就是这是一种互动 就是一旦中国人开始这样做 外国就会对中国封起来 封锁 因为那谁受得了呀 你来一个团 所有的人就滞留当地 来一个团就滞留当地 你谁受得了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呀 你谁受得了 没人受得了啊 所以到最后 世界也就会向中国管起来 或者是中国现在又开始收缴护照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个事情很明显你能看到 就是这个事情你能明显看到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 那一种疯狂又出来了 就是他拼命的要逃离中国 那种状态又出来了 意大利旅游团前全部战断 不许传闻说是因为近期 去意大利的欧洲旅游团的 有400个人滞留 意思就是办理了团签 根换过去旅游 结果不回来了 导致意大利这边不可牵制 甚至办理 所有的意大利旅游团 全部 接下来 其他欧洲各国的团签 是不是会取消会收紧呢 不知道 反正就是前人看出 后人遭殃罢 就想对自己的心情 来牵制大放手 过了这次机会 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对你像他说的 就是说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他是 就是他是不单是影响意大利 他是影响全世界 他影响全世界 大家都会看说 你又要开始疯狂往外跑了 就是你像这个中国 这个偷渡美国 最近不是特别严重吗 中国人 中国人偷渡美国 不是特别严重吗 听说美国的边境 也要开始收紧了 意大利这边呢 就是上台的这个 比较的这个 强硬的吧 就是说在国家安全上 比较强硬的这个总理 梅洛尼 那么他已经在五月四日 向访问罗马的美国联邦 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就是跟蔡总统见面的迈卡锡 表态说 意大利是支持 在年底退出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 就是不会续约了 不会续约了 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意大利是 七大工业国 那在2019年 在习近平到访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亲中的总理 孔特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那就是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一个破口 就是意大利嘛 那但是意大利呢 其实在这个一带一路中 其实根本没有 他想象中的这个好处 那2022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 是164亿欧元 2019年是130亿欧元 增加的很少 就增加了30亿欧元嘛 但是同期中国对意大利出口 却从317亿元 增至575亿欧元 接近倍增 就等于说 签了一带一路之后 意大利没有受到什么好处 反倒是中国有了很大的好处 2022年说 意大利对中国贸易逆差 高达411亿欧元 比2019年的187亿欧元 增加了1.2倍 就情况越来越坏 那梅洛尼就表示过 说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是前政府的一大错误 就说以前 意大利其实就对 这个一带一路蛮失望的了 但是一直不敢提 退出一带一路的这个事情 就是怕中国报复 害怕中国报复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情势下 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 中国自身难保吧 他觉得中国刚跟加拿大闹翻 互相驱逐外交官 那我觉得可能意大利也觉得说 包括中国刚整完立陶宛嘛 然后立陶宛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意大利可能 现在也觉得说 那他就退出一带一路了 就是看你中国敢怎么样吧 也有传言说 意大利在跟台湾接触 那想看说从台湾那 能不能得到一些弥补 当然这种肯定是互利互惠了 肯定是互利互惠了 就意思就是说 就是看能不能帮助意大利 去 去这个应对中国可能的报复 但其实我觉得中国都未必会 报复意大利 都未必会 就是现在中国是满头包 就是跟加拿大之间呀 跟美国之间呀 就是这些事情都比跟意大利 之间严重 都比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严重 我都认为中国他 他有闲心报复意大利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都没有 所以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意大利 干脆就宣布了 就是要退了 就是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你包括这个游客 团客 我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还在吵这个团客 你 你什么团客呀 你没看到现在意大利都全封 就是全部终止了吗 意大利把所有的团客 全部中国的团客 全部终止了吗 你把这些人怎么办 你这些人给 就到了意大利就跑了 对吧 就黑下来就跑了 你连这个人在哪儿 你都找不着 你抓都抓不着 你怎么办 你不怕吗 台湾不怕吗 你还开放团客 就现在 就现在中国是一个 就是像地狱一样的状态 明白的人都在往外跑 不是说不同情 但是你谁受得了啊 谁受得了啊 14亿耶 14亿耶 这不是14万呢 谁敢啊 谁敢开啊 所以说台湾 就是意大利都都在疯了 都在疯 就是疯住团客了 都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国民党还 国民党还想开放团客 还想跟中国 像柯文哲还说要重启服贸 你是什么毛病 意大利进入一带一路都后悔了 要退出 说什么好处都没有 然后烂事一堆 然后柯文哲 还说要重启服贸 你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重启服贸 就别人会觉得柯文哲有病 然后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是你 你是活在哪个年代 你是活在哪个年代 你要不要睁开眼睛 看一看现在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上过当 跌了跟头 醒了 然后你现在突然说我要去睡觉了